從將近650公尺的高空俯瞰 上海夜景宛如星空閃爍不停 兩座摩天大樓仿佛百雲 穿在腰間夢幻無比 原來這是兩名俄羅斯攝影師 趁著夜黑風高躲避警察 爬牆翻進上海最高樓的工地 兩名攝影師還不滿足 繼續爬上裸露的鋼骨結構 而且他們全程都沒有使用防護裝置 觀看他們一步一步爬上鋼架 就令人膽戰心境 觀看影片就讓人腿軟 其他摩天大樓看起來就像玩具模型 但是只花了兩個小時攻頂 就拍下奇幻美景 也算是非常值得 鋼管舞這項舞蹈 很容易讓人和琴瑟在連結 不過現在在大陸有一批鋼管舞者 不但要努力扭轉大家對鋼管舞的一樣眼光